如果你想让Windows和Linux系统共存的话 百度搜索一共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是安装双系统 第二种是使用虚拟机 今天我教给大家一种方法 让Windows系统与Linux共存 大家好,我是MetaWorker 专注跨境 定期分享你百度不到的知识 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方法叫做WSL 如果对这个问题感兴趣 你可以查阅微软的官方文档 接下来我们就直接安装 首先是要先启用WSL 用右键点击开始菜单 然后点击搜索 在这里粘贴启用或关闭Windows功能 然后点击这里 现在来以后我们需要勾选两个内容 第一个是Windows虚拟机监控程序平台 注意前边是要打勾 第二个是适用于Linux的Windows纸系统 在前面打勾 然后点击确定 如果是你第一次操作的话 它需要你重启电脑 在这里大家一定要重启 否则的话Linux启动会出错 第二个步骤就是在微软的应用商店 下载这几个Linux系统 我这里给大家列出几个例子 例如说Oracle Linux或者是乌邦图 以及OpenSUSE等 那我先以Oracle Linux 7.9为例 在这里我们点击GET 打开微软应用商店 直接点击获取 我这里边的举例都是Linux的发行版 如果你现在安装CenterOS 那这种方法就不可以用了 现在这里已经开始下载 下载以后我们可以直接点击打开 或者是在菜单栏 最近添加这里会显示 我们刚刚添加的Linux 打开以后它先是自动安装 安装好以后 让我们直接输入用户名 注意这里的root是不能用的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其他的 然后输入密码 这里的密码是不显示的 你直接输入点击回车 然后再次输入你刚刚的密码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Linux系统 它让我们输入密码 也就是我们刚刚设置的 现在已经进入了管理员模式 我在这里仅仅是以Oracle Linux 也就是红帽系统为例 这里的Ubuntu 18 20 德编和SUSE都是可以用的 其他的你可以自行去测试 到这里我们已经完成了Linux的安装 创建用户名和密码 刚刚我们已经能够正常使用了 如果这个系统被你玩坏了 该怎么办呢 我们点击开始菜单 然后点击我们刚刚安装的应用程序 点击更多应用设置 线下翻找我们可以找到重置 如果系统不能启动 你可以点击修复 如果要重新安装这个系统 你可以点击重置 不再实用 你可以点击卸载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 我给大家介绍两本Linux入门的书籍 第一本是鸟哥的Linux四方菜 第二本是Linux就应该这样学 如果需要这两本书 你可以到我的博客来获取 今天的教程就到这里 大家拜拜